伊隆马斯克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之一 也是现在最成功的商业英雄 但是同时他也一直都是伴随着巨大的争议 尤其是近期 马斯克全力支持美国共和党的特朗普竞选总统 而两位总统候选人之间 他们的矛盾的焦点就在于对待移民的态度 尤其是特朗普的对于海地移民吃宠物的言论 以及他竞选团队说波德里克是垃圾倒的言论 都引发了轩然大波 而在这其中 马斯克也发表了非常多的反对非法移民的评论 这也让他卷入了漩涡 很多反对者现在也开始质疑 马斯克当年也曾经是一个非法移民 在他创业初期并没有合法的工作身份 而他现在成为了美国公民 甚至成为了首富之后 就开始竭力的反对非法移民 大家开始质疑他的这种双标态度 我们这期不去探讨美国的政治分歧 更不想深究美国的这种非法移民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谈一谈 以马斯克的案例来看看 他究竟是如何获得美国旅卡的 那么当年他在移民的过程中 究竟有没有违法 以及通过马斯克的移民经历 来看看美国的一个典型的移民路径 或许这对我们了解美国的移民体制 以及移民方式会有一定的帮助 首先我想先明确 马斯克虽然是现在最炙手可热的商人英雄 更是美国的科技创新的一个表现 但他并非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而是一个典型的移民 马斯克于1971年在南非出生 他的父亲是一个南非的荷兰后裔 而母亲则是出生于加拿大的萨省 两岁的时候跟随马斯克的祖父母 移民到南非 所以严格意义来讲 马斯克是一个土生土长 地地道道的南非人 南非在这里面我们多说一句 这个国家目前大概有7%到8%的人口是白人 大多数是荷兰和英国移民的后裔 尤其是在1948年到1994年间 是由当时的白人政府 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 尤其是将黑人亚裔和有色人种 置于不平等的地位 那么这种隔离 直到1994年 曼德拉成为首任黑人总统之后 才宣告中间 马斯克在9岁的时候 父母离婚 他选择跟随父亲生活 但是跟随父亲的生活 显然不是很幸福 再加上他比较孤僻 也缺乏共情的能力 所以童年过得并不快乐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马斯克从小就是学霸 可以连续十几个小时阅读 学习成绩非常的好 甚至他最痛恨的荷兰语课程 马斯克只要稍加努力 就可以考出很好的成绩 但是在上个世纪 80年代90年代 南非采取的是白人男性 强制兵役的政策 高中毕业的马斯克 为了避免兵役 选择了去加拿大读大学 为什么是加拿大 就是因为 马斯克的母亲梅耶 就是出生在加拿大 虽然两岁的时候 就移民到了南非 但是加拿大是公民属地原则 也就是 只要在加拿大出生 就自动获得加拿大国籍 所以 梅耶一直是拥有 南非和加拿大两个国籍 而加拿大移民法 还有一个规定 那么 加拿大公民在海外出生的子女 也可以直接申请加拿大护照 拿到加拿大国籍 所以 马斯克在18岁的时候 沾了母亲的光 成为了加拿大公民 并选择去加拿大生活 这里面 我们再说一个小知识 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 国籍继承规则 有一些不同 加拿大一直以来的规则 是 加拿大公民身份 只有通过血统传承 一代人 就比如说 马斯克靠他的母亲 成为加拿大公民 但是如果马斯克的孩子 还是在加拿大以外出生 那么 这个第三代的孩子 就不能再申请国籍了 但是 在2024年的5月23日 加拿大修改了 公民继承规则 所以现在 无论孩子在哪里出生 无论是第几代 只要父母是加拿大公民 国籍就可以一代一代的 一直延续下去 也就是说 以现在的全新规则 马斯克的孩子们 也是可以申请加拿大国籍的 题外话 据彭博新闻的一个统计 截止到目前为止 马斯克总共有12个孩子 而美国的公民继承规则 则要比加拿大的要求 更加的苛刻 比如 子女必须是未婚 才能跟随父母获得国籍 一旦结婚就不行了 而且 父母还必须在美国居住 超过5年以上 才有可能帮孩子申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马斯克的妈妈 梅耶 她出生在加拿大 是加拿大的公民 但是 她的爸爸却是出生在美国 后来才移民到了加拿大 所以理论上来讲 梅耶在年轻的时候 也有可能申请美国国籍的 但是 梅耶在1996年 才移居到美国 那时候她已经48岁了 更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丧失了 用自己父亲来帮自己 申请美国公民的权利 2024年的2月4号 梅耶还专门发推特 发一个感慨 说她的父亲和祖父 都是出生在美国 而她出生在加拿大 但是 她不能通过父亲来拿到美国的国籍 而她自己用了12年的时间才拿到绿卡 实在是太艰难了 并且附上自己父亲的一个出生证 而紧接着 马斯克也在下面留言 说 是啊 实在是太难了 我也是用了10年才成为美国的公民 我们再说回马斯克的美国移民之路 马斯克来到加拿大之后 先是在萨省和BC省短暂的打工之后 于1989年入读安省的女王大学 也就是Queen's University 但是在加拿大仅仅待了两年之后 那么马斯克就来到了他一直以来梦想中的美国 其实马斯克从小就向往美国 因为他说从小就知道所有的创新和科技都来自于美国 而他让妈妈帮自己申请加拿大护照 甚至来加拿大留学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去美国 因为加拿大离美国近 这点上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 对于马斯克这种人 全世界其实也只有美国能够提供给他适合的舞台 所以我可以说 马斯克对于加拿大是没有太多感情的 但是有意思的是 马斯克的人生中四位的长期伴侣 两位是妻子 两位是给他生了孩子的女朋友 四个人当中有三位都是加拿大女性 我想这可能是加拿大对于马斯克更重要的意义 说起来马斯克真的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他在读了两年的加拿大女王大学之后 于1992年考上了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沃顿上学院 宾大我们都知道是世界知名学府 也是美国长春藤联盟的大学之一 其中的沃顿商学院 更是全球最顶级的商学院之一 也是特朗普的母校 马斯克不但是考进了沃顿 并且仅仅用了三年 在1995年就完成了经济学和物理学 两个学位的课程 虽然之前在加拿大的一些学分 可能是获得了承认 但仅仅用了三年就完成 宾大的两个学士学位的课程 这真的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 但是请注意 这里面我用的这个词是完成课程 因为在1995年的时候 马斯克并没有获得学位 根据他的原话 他当时还需要再修两门课 拿到历史和英文的学分 才能够获得学位 这也就意味着 在1995年的时候 严格意义上 马斯克并没有完全从宾大毕业 而这时的马斯克又拿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录取信 他接着又去了斯坦福大学 攻读电池方面的一个材料科学的博士 而马斯克与之前宾大也达成了一个协议 他只要在斯坦福大学能够拿到之前说到的历史和英文的学分 那么宾大也是承认的 也就可以给他发放最终的学位证书 那么随后 也就是在1995年的当年 马斯克从宾州搬去了德州 开启了在斯坦福大学为期两天的博士学习 为什么说是两天 就是因为马斯克在入学的第二天就后悔了 面对着当时的互联网热潮 马斯克决定跟自己的弟弟开始创业 也就是后来的Zip2公司 于是他找到了当时斯坦福的一个系主任 提出要休学一段时间 后面看看创业的情况 再决定是否上学 系主任也同意了他的想法 并且对马斯克说 我相信你是不会再回来了 马斯克后来他自己也回忆到 他确实一辈子再没有见过那个老师 我们这期的主题 并非是关注马斯克的创业经历 而是说移民 那么这时候关键的问题就来了 也就是目前很多人都在质疑马斯克的关键点 这时候开始创业的马斯克究竟拿的是什么签证 他是否有合法工作的一个权利 一般来说 绝大多数的美国留学生毕业后想要工作有两个途径 也就是H1B工签和OPT实习身份 我们首先可以排除的就是H1B工作签证 因为留学生在毕业之后需要先找到雇主 并且由雇主帮忙申请H1B工签 而当时的马斯克并没有真正毕业 并且他也没有找到雇主的工作 而是自己创业 根据马斯克回忆 他来到加州后深受高科技行业的一个触动 自己一个人跑去当时如日中天的网警公司去找工作 但是投了简历 也在公司的大堂赚了好久想要寻找机会 但是都没有成功 后来才决定要创业 而创业也不是不可以申请H1B工签 但是当时他的Zip2公司才刚刚成立 马斯克当时没有迁租公寓 只能是睡在办公室 去基督教青年会洗澡 而办公室的条件也极其的恶劣 天花板都漏水 可想而知当时的情况是有多么的艰难 而这种规模的创业公司 想要申请H1B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再加上最重要的是 他当时并没有完全毕业 并没有拿到学位 所以我们可以说 在1995年的时候 马斯克持有的肯定不是H1B工签 第二我们也可以说 当时马斯克也不是OPT的实习身份 OPT的全称叫做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它不是签证 而是F1学签持有者 可以在校外实习的一种许可 尤其是毕业后 毕业生可以持OPT身份 去任何一家公司工作或者实习 那么留学生在毕业之后 可以申请一年的OPT 而STEM也就是理工类专业 它是可以最长获得三年的OPT 但是同样的道理 马斯克并没有真正毕业 当时能不能够拿到OPT身份 也是一个未知数 而且更加关键的是 马斯克并非是在宾大之后直接创业 而是选择去斯坦福大学读博士 并且已经入学 虽然只读了两天 但是他只要是入学斯坦福 就说明马斯克当时还是持有有效的学签的 而持学签想要打工 甚至是创业 那么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关于马斯克在1995年时候的学签 现在网上也有两种说法 有的说他读博的时候 是还像本科一样持有的是F1学签 也有的说法说马斯克是持有的这一签证 这里我们再简单解释一下F1和这一签证 一般来说 F1签证可以理解为正常学签 也就是说外国人去美国留学都需要申请F1学签 而这一签证则是学术交流类的签证 访问学者教师或者学术交流就需要申请这一签证 所以马斯克在斯坦福读博士 其实这两种身份都是可以的 只不过马斯克作为加拿大公民 是有特殊的政策的 他入境美国并不需要任何的签证 凭借加拿大的护照就可以顺利入境 只需要提前添好一些表格 在入境美国的时候向海关申报 就可以获得相应的F1留学 或者是J1学术交流的身份 而关于美国留学生能否打工的问题 简单来说 留学生是可以从事校内的工作的 比如说在学校图书馆 食堂 健身房 或者做助教等等 都是可以的 但是每周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20个小时 如果要在校外工作 学生就必须要申请CPT或者OPT两种实习身份 而这两种实习身份都有着严格的申请要求 所以总的来说 美国留学生的打工限制是比较多 比较严格的 对比起来 加拿大的留学生打工就容易太多了 加拿大的留学生不需要任何的许可 就可以在校外打工每周20小时 尤其是在2022到2023年之间的一年多的时间里 更是可以在校外工作40个小时 而在加拿大毕业之后 还可以很容易的获得开放式毕业工签 到市场上去找任意的工作 真的是要比美国的留学生限制少太多了 我相信这也是最近几年加拿大留学生大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我们再回到马斯克移民美国的时间线 根据公开的信息 马斯克是在2022年入籍美国成为美国的公民 而入籍美国的最基本的要求是持绿卡五年以上才可以申请 所以我们往回倒推 马斯克应该是在1997年获得的美国绿卡 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 我们刚才提到 马斯克是在1995年开始修学创业 然后在1997年拿到的绿卡 那么现在所有的质疑都在这之间的两年 这两年间 马斯克到底是用的什么身份在美国创业工作 以至于获得第一桶金的 我们再详细分析 马斯克从斯坦福大学退学之后 于1995年的11月 与弟弟金巴尔成立了Zip2公司 这是一家为报纸提供在线城市指南的软件公司 该公司在1996年 也就是说成立的第二年 获得了风投机构的300万美元的投资 那么并且在1999年的时候 以3.05亿美元 这家公司整体出售给了康百电脑 马斯克也因此获利2200万美元 他用这笔钱买了他的第一辆的 这个叫麦克拉伦F1的跑车 并且给自己的妈妈在美国也买了房子 当时CNN还专门为此拍摄了一个专题片 片中出现的女性 就是马斯克的第一任太太 加拿大的作家Justine Musk 谢谢大家 谢谢我 而马斯克在1995到1997年之间的非法移民的争论 其起源就是来自于2013年 马斯克兄弟参加一个论坛时 弟弟金巴尔回忆当年风头对他们进行考察的时候 方现他们兄弟俩居然是非法移民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当金巴尔脱口而出 说到非法移民时 马斯克显然是意识到不合适 马上接话说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那么这其中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灰色地带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在1995年的时候 马斯克既没有完全从宾大毕业 从而拿到HEP工签 还从斯坦福大学退学 失去了学生身份 甚至连兼职打工的权利都没有 如果这些假设都是成立的 那么在这两年间 马斯克和弟弟确实是涉嫌非法工作 而在另外一个采访当中 金巴尔还提到 他当时从加拿大飞美国 被海关查到行李当中的名片 上面有他在加州的公司地址 从而是被怀疑非法工作 被禁止入境 他后来不得不找朋友开车 从路上入境美国 谎称是去看大卫·莱特曼的秀 从而顺利才能入境美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得不说 金巴尔真的是有点大嘴巴 他的一系列爆料 也让马斯克陷入了 当年是否有过非法移民的一个巨大的争论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这也反映出美国移民体系的一些僵化和弊端 比如马斯克在创业之初的身份 真的就是像他所说的是一个灰色的地带 他那时候在学生和创业者之间 两种身份之间来回徘徊 尤其是马斯克是加拿大的公民 他可以不用任何签证就随时出入美国 每次在美国最多可以停留六个月 那么现实当中只要是没有刑事犯罪 其实就算是非法工作 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也是非常普遍的 尤其是马斯克又是自己创业 前期只是埋头进行软件开发 基本不会有移民局来进行一个关注 只不过在2016年风头进入之后 需要将公司正规化 尤其是创始人的身份需要合法 所以我相信这时候 马斯克才开始真正的关注到 自己在美国的身份问题 才着手开始申请HEP贡献 所以马斯克在1995年开始创业 直到1996年风头进入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段时间马斯克确实有非法工作的可能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马斯克究竟是如何在1997年 获得美国绿卡的 从而在2002年入籍 现在网上也有三种猜测 一种说是夫妻团聚 一种说是NIW国家利益豁免 另外一种就是EB5投资移民 我们首先可以先排除夫妻团聚 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马斯克与第一任妻子Justine 是在2000年结婚的 而他获得绿卡是在1997年 时间上显然对不上 而且Justine也是加拿大人 是马斯克在女王大学的同学 在当时也并非是美国公民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说法 NIW国家利益豁免 是美国EB2移民中的一个子类 属于杰出人才类的移民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 不需要雇主的Perm劳工批文 移民的速度非常的快 当然这个速度也是相对而言的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移民体系中 有一个国家配额的限制 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国家的移民 不能超过该项目总人数的7% 而如果一旦超过那就需要排期了 就比如现在的NIW国家利益豁免 对于中国出生的申请人 那么目前的排期是4年半左右的时间 而且实际的等候时间有可能是更长的 而对于南非出生的马斯克而言 南非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都完全没有排期这一说 而且在1997年的时候 美国的移民竞争也远没有现在这么激烈 当时的NIW很有可能是在短期之内 甚至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就拿到了PR 但是NIW对于申请人是有较高的要求 要求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较大的贡献 以当年马斯克刚刚拿到学士学位 博士辍学 创业也尚未成功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通过NIW获得绿卡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种可能 EB5 这也是大家猜测最多 也最有可能的一种方式 EB5在美国是在1990年推出的一种投资移民 简单来说就是投资105万美元 到一个商业项目当中 如果这个商业项目是位于高失业地区或者乡村 则只需要投资80万美元 投资可以是投到区域中心的集资项目 也可以是自己创业的直投项目 只要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创造10个就业 就可以拿到旅卡 而在1997年 当时的投资要求比现在要低 是100万美元或者50万美元 马斯克当时创办的Zip2公司 位于旧金山地区的Palo Alto 是硅谷的中心 所以很大的可能是100万美元的那一种 而Zip2公司在1996年的时候 就引入了3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后期资金还有可能持续增加 这些都是实打实的资金的注入 而在1997年的时候 马斯克理论上完全是有可能 以100万美元的持股比例或者账面资金 以达到1比5的投资要求 而且当时已经获得风投的Zip2 也肯定有10个以上的员工了 所以马斯克自己也曾经说过 他是通过商业类的移民拿到的旅卡 所以目前各种猜测 最倾向于马斯克是通过 1比5投资移民拿到的身份 其实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作为美国的科技领域最充公的创业者 马斯克通过1比5投资移民拿到身份 也说明这个移民项目 是可以真正的帮助那些高素质的企业家 拿到美国旅卡 好了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马斯克的移民路径 1992年来到美国读本科 95年完成学业 但是没有拿到学位证 继尔入学斯坦福大学功读博士 仅仅两天之后就选择辍学 开始创业 1996年公司获得风投 业务蒸蒸日上 那么97年 他通过1比5投资移民 或者NIW国家利益豁免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获得了美国的旅卡 而5年后的2002年 马斯克入籍美国 这就是马斯克的一个完整的移民路径 从入境读书到成为美国公民 正好对应前面 马斯克推特说的10年 就像我们在节目开通中说的 马斯克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 但是个人的争议并不在我们今天的探讨范围 而他是否曾经是非法移民 其实也无足轻重 即使马斯克有过一段时间的灰色的工作经历 外界也很难证实 一是除了美国政府 也就是隶属于国土安全部的移民局 没有人知道其中最真实的情况 二是他也没有妨碍过任何人 在当年没有做出过危害美国利益的事情 甚至他对美国的贡献 可以说是近30年来 所有移民中最大的 更是美国移民的一个成功典范 我们今天分析马斯克的移民路径 在我看来其中最大的意义就是 一个真正优秀的人才 真正经地体考验的创业者 在美国是有很多移民选择的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无论是EB5投资移民 NIW国家利益豁免 又或者是EBA杰出人才 EBEC高管移民 EB2高级技术移民等等 美国相对公平完善 而且稳定的移民体系 给了优秀的人才 以充足的移民通道 但是这里面我们不得不说 在马斯克的移民道路上 加拿大公民的身份 为他提供了不少便利 女王大学的学分 可以被宾大认可 才能够让他 有可能在三年之内 完成两个学位的学业 进出美国的自由 让他有了创业的便利 甚至给了他灰色的身份的一个空间 而后面的工签问题 当时的马斯克可能不太清楚 他的加拿大人身份 还可以帮他非常容易的获得TN工签 TN工签 是美国对于加拿大人 独有的一种简化的工作许可 甚至他还可以利用企业家的身份 拿到一兔工签 这也是美国对于 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的公民 设立的一种投资创业的签证 可以说 无论留学 工作 甚至移民 摆在马斯克面前 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而相比之下 加拿大的移民体系 对于留学生和杰出人才类的移民路径 却越收越窄 尤其是加拿大的商业类移民 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 很难真正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和创业项目 我们假设 如果马斯克不是加拿大的公民 以他现在全球首富的身份 以及SpaceX 特斯拉等一系列全球最顶级科技企业老板的身份 那么他现在想移民加拿大都不容易 他也一样要去考雅思 要去做学历认证 要去意义系统中 跟几十万人一起打分来竞争 甚至最近还有人开玩笑 就以加拿大总理小特鲁多的条件 那么他都很难达到现在加拿大的移民标准 所以加拿大在跟美国竞争的时候 无论是商业环境还是移民体系都甘拜下风 真正高端的人才和商业项目都去了美国 只有去不了美国的才会考虑加拿大 但是美国虽然靠着强大的国家实力和相对完善的移民体系 吸引着全世界高素质的人才 但是这个国家也一直被非法移民所困扰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和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一个数据 美国目前至少有1100万到1200万的非法移民 而真实的数字有可能更多 甚至永远没有人能搞清楚最终有多少非法移民在美国 但就像我一直说的 非法移民的问题是美国的历史地理种族 以及法律等等多种因素所导致的 根本就是无解的一个话题 一旦有人企图解决这个难题 甚至把非法移民的问题牵扯到大选的议题当中 美国的社会往往就会陷入到巨大的撕裂和矛盾之中 而马斯克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或许我们从他的一条推特当中 就能够看出他对美国移民的理解 美国的合法移民流程需要大幅简化和扩展 而非法移民则应予以取缔 如果一个人有才华 勤奋且诚实 他们就是这个国家的财富 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卫泰米加拿大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